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斯是法家 讲究的就是用狠辣手段达到实际效果 可以说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赵高跟他谈话 用的就是工心 用的就是实用主义逻辑 李斯渐渐的守不住自己的底线了 但是他还在做挣扎 他跟赵高说 说往事可见 过去禁义太子三世不安 七桓公与兄弟公子鸠争位 公子鸠身死收禄 昼王杀亲戚笔竿 不听忠建设计轻微 都城变为废墟 这三件事都是逆天理之事 知闹的国破家王宗庙绝斯 我李斯还是个人呢 怎么能参与这大逆之谋呢 赵高啊 已经听出来 李斯这是在给自己找理由了 已经是有所动摇了 就赤裸裸的威胁 说自古上下同心势必可成 内外合一绝无差错 您要是能听我的计谋 可保长久未通侯 世代荣华是寿比王子乔 赤松子 还有置如孔子墨子 如果舍此不从 比秧及子孙 我实在为您心寒呢 凡是善于处事者 可因祸得福 您自己看着办吧 李斯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赵高已经与胡亥串通好了 如果不从厄运立线呢 但是唯心从之又绝不忍 于是扬天长谈 流着眼泪啊 生不逢时 偏遭乱世 既不能以死尽重 又何以安脱此身呢 在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 李斯终以一念之差 放弃了原则 他之所以退让 是出于恐惧 可是他就没有想到 如果坚持原则 那么秦始皇余威尚在 仍在运行中的国家中央机构 就是他的后盾 一个宦官赵高 一个普通的十八子 很难与他这位百官之手抗衡啊 而一旦屈服 加入了阴谋集团 他的地位立刻降到赵高之下 而且完全被赵高所控制 原有的丞相权威如同虚设 今后的不可预见性呢 就更大了 李斯是出于私利而跳了火坑 这也算是他谋害韩非的报应吧 凡是过于急功近利的 最终一定不会有好结局 这规律于政治家 与普通人都是一样的 赵高成功实施了篡权的第二步 便兴冲冲的去向胡亥汇报 一开口就改了称呼了 我奉太子明令去向丞相传达 丞相岂敢不遵 胡亥一宿的功夫就成了准皇帝了 那当然高兴了 立刻赵李斯来三个人 接着股子谋犯了一番 在权力接替的非常时期 胡亥 李斯 赵高 完全抛开法定程序和公开机制 非法结成了三人帮 开始扭转帝国的命运 赵高开始篡权的第三步了 他和李斯合谋 毁掉秦始皇 写给公子扶苏的遗诏 对外诈称李斯亲授始皇帝一命 立公子胡亥为太子 然后另外伪造了一封 始皇帝写给扶苏的信 给扶苏与蒙田安上了几宗罪 赐他们俩人死 伪造的遗诏是这么说的 说扶苏与监军蒙田率师十万屯鞭 十多年了 都不能前进一步 士族消耗却很多 可以说是无尺寸之功 不仅如此 扶苏反而还数次上述 诽谤我之所为 因为没能谢侄回玄阳做太子 而日夜怨恨 扶苏这样子是作为儿子的不孝 献赐宝剑以自裁 将军蒙田与扶苏驻外 对扶苏的行为不加纠正 明知其谋 却不及时汇报 是作为臣子的不忠 献赐死 兵权交给皮匠王黎 王黎就是王俭的孙子 接班的问题就这么着 完全变了样了 兵权的问题 顺带也都给解决了 这就看出赵高拉拢李斯的必要性了 赵高扶制胡亥上台这件事啊 太离奇了 帝国的任何官员 都可能会提出疑问 而李斯是帝国最高行政官 如果谎称是李斯 亲耳听使皇帝说的 事情才具有可信性 赵高这是在拿死人压活人 在这场阴谋戏里啊 赵高要磨米 李斯就是拉莫的驴 赵高要过河呢 李斯就是临时搭着桥 政治阴谋一切要取决于利益 赵高可以在君王 刚咽气之际就违背君王的旨意 他对李斯怎么可能抱有一丝的慈悲呢 可惜啊可惜啊 李斯是一世聪明 竟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这危险的处境 伪造的遗诏写好之后 胡亥马上派亲信作为特使 飞驰上郡送到蒙田郡的大营去 事情办到了这一步 仍然潜藏着一个危险 那就是扶苏和蒙田可能会抗命 发兵造反 如果是这样的问题就大了 因为在扶苏那里 也有一定的权利正统性感 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可能性 车队在过了警行之后 故意向北绕了一大圈 窥探北边的动静 却说那信使到了上郡之后 把信交给扶苏 扶苏万没想到父亲的诏书 竟是这样的内容 如雷轰顶是悲气不止 但知道负命难违 只好接过宝剑 回到内舍准备自杀 蒙田虽然也很震惊 但是他比较冷静 他就对扶苏说 说这个事我劝你慢着点来 皇帝巡游在外 并没有离太子 命臣领三十万军戍边 以公子您为监军 这就是把天下的重任 托付给我们了 如今仅凭一使者来 就要自杀 胭脂其中无炸 可暂且派人向皇上请命 若蜀食再次不吃 扶苏为人很忠孝 不肯抗命 对蒙田说了 父令子死 唯有一死 有何必请命 说完 自杀了 蒙田当然了 九经战阵 身夷其中有诈 说什么也不肯死 伪造遗诏 只是说赐死 使者并没有权力杀死 蒙田 只好把他交给了御官 关押在上郡的扬州 就是今天陕西安定北边 自己回咸阳复命去 此时出巡的车队 已过了九元 就是今天内蒙古包 这个包头西边 正沿着著名的九元 直到持回咸阳 在临近咸阳时 终于得到扶苏已死的消息 赵高是欣喜若狂 第三步也实现了 于是催促车队 赶紧回咸阳 加紧赶路 等到了咸阳附近 见留守的右丞相冯旭 率领众人 已在郊外迎接了 这时候时间就是政治 赵高立刻假传圣旨说 皇上重病在身 免去一切朝夷 车队直接回宫 早一步回到政治中心 就是早一步夺得正统 赵高哪里有心思 在玩那套虚拟皇帝的花样 一声呼喝 车队马不停蹄 一股脑的拥进了咸阳宫去了 胡亥此时呢 是志得意满的 想到远在北边 被囚的蒙田 觉得他一门三代 有功于秦 也就有了想宽恕的意思 可是赵高呢 坚决的想让蒙田死 赵高对蒙氏有夙愿 当初赵高在刚进宫的时候 曾犯有大罪 史皇帝呢 让蒙义治他的罪 蒙义不敢妄罚 判决赵高最当死 并且呢 开除官职 可是秦史皇考虑到 赵高这个人呢 办事机敏 当然他也是嬴姓家人 是吧 嬴氏 赵姓 算是个人才 就饶了他一命 恢复了他的官职 这事本来跟蒙义 没什么关系 可是赵高把这仇 记蒙义脑袋上了 这下子可算 找着报仇的机会了 于是赵高向胡亥进谗言 先帝早就有意让您做太子 可是蒙氏兄弟一直反对 所以才改立了复苏 今日如果不 他把他们除了 来日他们必为复苏复仇 那时候恐怕您就难以安枕了 那胡亥当然不追究 这谗言是真是假了 凡是能威胁到他地位的 宁可错杀也不能放过呀 于是下令 集拿在祈祷山川返回途中的蒙义 将蒙义逮捕之后呢 就关押在戴郡的这个狱中 戴郡就是今天河北戴县 先朝的仲臣就这么着 一个个的被剪除 李斯呢却不知一辞 李斯自以为辅助胡亥上台有大功 可保代代无忧 却不想胡亥是一个连哥哥都能杀的人 还能指望他吃水不忘挖井人呢 如果蒙氏兄弟能保下 那李斯多少还能有些应援 这两位众臣一除去 将来首当其冲的 不就你李斯吗 还能有谁 当时倒是有一位皇孙看不过去了 他劝谏叔叔胡亥 说蒙氏是秦之大臣 谋氏啊 不可一下子就抛弃啊 谋杀这个诛杀 忠臣而树立没有节操的人 群臣就会互相不信任 将士也会离心 臣以为不可呀 这位贤明的皇孙 当然了有有说法啊 就是后来接了胡亥班的子英 但有另一个说法 说子英啊 可能跟胡亥是同辈的 也有说法说 子英应该是胡亥的叔叔 反正是各种说法都有 子英呢 在史书上没有交代清楚 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各种说法都有 看来不光是扶苏 就是子英都是政治的人 可惜历史不给他们机会 胡亥哪里能听这小子的话呀 反而派这个玉石取公啊 到戴郡去赐蒙义死 在戴郡狱中呢 蒙义做了长篇的辩白 但是取玉石呢 不想打抱不平 手起见落就把蒙义给砍了 胡亥又派出使者 赴上郡再次向蒙田宣布赐死 蒙田也做了长篇辩词 但使者说了 自己指着奉赵行事 不敢把蒙将军的话上达 蒙田自知存活无望 阳天大户 我如何得罪了老天 为何要无罪而死 随后是吞药自杀 一代名将是就此陨落呀 这位蒙田将军不仅治军有防 威震匈奴 而且也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 传说他在治军之余 还发明了毛笔和古征 蒙田死后 三人帮害怕蒙田的旧部有异动 特别派了李斯的舍人去做护军都督 负责监视重将 扶苏与蒙世兄的意思 秦朝等于垮了半壁江山 此后的命运 那真叫凶多吉少 把秦始皇的设计 以及秦族的这个大叶 推到悬崖边上的就是赵高 这位赵高是不是赵国宗氏派来的卧底呢 当然不是 我们也说了 赵高啊 他是秦人 赵高的爷爷 确实有一点赵国宗氏的血脉 不过已经很疏远了 有这么一个说法啊 说赵高的爷爷呢 是 确实有点赵国宗氏血脉啊 在战乱当中呢 流落到了秦国 从此呢 就留在了秦国谋生 秦国法律很严酷 他爸爸不小心触犯了秦律 就被淹掉了啊 就是送到宫中服役 哎 那赵高的爸爸是个淹人的 赵高从哪来的呢 哎 这说法说是这么回事 赵高的母亲呢 也是犯了罪的 被送入宫中的做奴婢 属于很低级的宫女一类 反正也不知道呢 和哪个男的 就反正一起生下了赵高 所以赵高真正的血统呢 和曹操一样说不清楚 当然 另外还有一个说法 赵高就是 这个秦始皇 自家的这个 树辈兄弟 是吧 也是嬴姓 赵这个嬴氏赵姓啊 他是这么一个人 当然了 这些东西呢 我们就 不仔细的说了啊 呃 我们只按呢 咱们这本书里的说法来说 按照秦代法律呢 有罪被淹 后代也要被株连 所以赵高呢 有传说 他的这个兄弟呢 从小也被淹了 是吧 和他兄弟子们是吧 留在宫中伺候着 因为出身的比较低 所以总想出人头地 从小呢 也好学 也积累了一些优点 精通欲法 字也写得好 也有心计 而且呢 也有力气 算是一代的好景 那么他在处理秦始皇死后的 一连串事务当中啊 心狠手辣 毫不迟疑 远胜于书生出身的底丝 所以在这里也验证了一句话啊 就是实践家 远胜于理论家的道理 当然这里我们要再说一次啊 赵高呢 历史上有多种说法 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现在呢 这个大部分的说法呢 呃 说赵高其实并不是一个阉人啊 他呢 做的这个中车府令啊 其实是一个呃 行政官 是一个管刑法的这么一个 管法律律令的这么一个官啊 这些我们还是交给历史学家啊 交给这些考古人员 去再来验证 我们呢 在这里就不给大伙验证了 对吧 咱们继续来说秦 秦建国之后560多年的基业 很快就败在这个人的手里 中国古代的宦官善权 对后世影响最大的 应该是这一次 假如秦不遭此劫 公子扶苏顺利接班 将来政策肯定会有改变 那么政策一改 改弦更张了 就不可能有汉 我们的族群 我们的文字 我们的语言 都很有可能 不是以汉来命名 而是以秦来冠名了 与现在世界上 大多数地方 对我们的称呼就相对应了 这一切九泉之下的秦始皇 都不可能知道了 这片辽阔国土上的巨变 不是他所能掌控得了的了 他走的时候 所能看到的 就是万里江山的大号秋光啊 不能长生自食遗憾 但是也可以满足了 二十五年执政 即首创万世江山 如此的人生不也很豪迈吗 秦始皇三十七年的初冬 万木消疏 秦帝国的辽阔江土之上 照常日落月初 从秦长城的东端 到新辟月道的南端 数以百万计的星徒 仍在从事着此生 看不到尽头的苦意 雪满山头的长城线上 三十万数族仍在直击警卫 咸阳街头也是 西壤如故 十月雾银日 在连续的阴谋中 完成了权力接替的胡亥 以秦二世的名义 为秦始皇发丧 照令大赦天下宣告自己 正式继承皇位 这一天 是秦始皇死于沙丘的地 七十二天 胡亥即位时的年龄 才二十一岁 正是大好的年华 最高权力来的是否合法 可以不论 只要他好好的去干 父辈创下的基业 就是他最好的舞台 可惜 胡亥不是那么一块料 他一上台就论功行赏 把赵高提拔为郎中令 负责宫中位数 秦二世的权力来的不合法 生怕有人有异动 于是把中央警卫大权 交给了阴谋始作俑者赵高 他才能放心 至于赵高会不会有异动 秦二世并不担心 没有我胡亥 也就没有他赵高今天 可是二世想错了 权力一旦授予人 就具有了某种独立的性质 被授权人 可以借机的培植自己的力量 最后反制授权人 你想想看 一个赵高就可以颠覆 伟大秦始皇的政治遗嘱 其野心与能量该有多么大 怎么还敢把最敏感的 中央警卫权交给他呢 胡亥本没有当皇帝的命 也就没有当皇帝的脑 他侥幸的当了皇帝 自然也就想不了这么多 现在他要做的就是隆重的 为已经去世的父皇举行葬礼 以死人压活人 凸显自己的继承合法性 秦始皇的离山岭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宏伟空前绝后啊 由于工程庞大 附属工程太多了 七十万星徒日 夜以继日的忙 到始皇里下葬的时候 没能完工 秦二世下令突击修建 昼夜不息 一直到后来造反了队伍 闯进了关中 才被迫终止 始皇帝下葬之际 秦二世连发两道命令 令人倒抽一口冷气 一 始皇宫中的嫔妃 凡是没有生子的 放到民间去不易 皆应寻葬 秦国过去啊 有古老的升寻制度 因为不人道 早在一百六十多年前 就被秦宪宫给废止了 秦二世不管多 不管那么多 老爸后宫的宫女 通通塞到坟里去 曾有记载说 始皇后宫猎女万余人 生了孩子的能有多少 微乎其微啊 始皇仅有儿子 二十多个女儿 十了个 看来万余宫女当中 绝大多数都做了殉葬品了 第二道命令是 始皇灵鹫下葬 葬礼完毕之后 为房子泄密 马上将木道中的中门关闭 然后落下巨大的外门 以土封树 那些仍在中门之内的工匠 和放置珍宝的工作人员 不管了 活埋 全部活埋 这些人有多少呢 据汉书上说 也有万余人 这是秦族有史以来 规模最大的一次生训 秦二世没有秦始皇的积谋 却比秦始皇更出格的霸道 他在做公子的时候 就是个顽劣人物 一次始皇的大宴群臣 让朱公子也参加 朱公子先吃 吃完先走 胡亥走到街下 看见群臣脱下鞋 摆了一大牌 哎呀 他见里边有华丽的气不过 就用脚猪衣的 把这鞋子都给踩坏了 然后扬长而去 其他公子见了 莫不是摇头坦息 你就这么一个地痞流氓式的人物 接管了一个疆域万里的大国 能发生什么事 我们不用想 也应该知道 那么接下来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呢 与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各位 你想跟大宇交流吗 你想跟大宇辩论吗 你想给大宇指出错误吗 来微信吧 微信搜索订阅号 大宇茶馆 就能实现了 记住啊 宇是宇宙的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